嘉义市政府19日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,嘉义基督教医院护理师王雪琼,又,或是长途醒哲。 左,颁发全国模范劳工,他表示,做好当下每件事,保持新人心态,每一天都觉得很充实。 中央社记者黄国芳社107年4月19日,中央社记者黄国芳嘉义市19日店,嘉义市政府今天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, 任职,于嘉义基督教医院22年的获奖护理师王雪琼说,天天都保持新人的心态,做好当下每件事,乐在工作,每一天都觉得很充实。 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,嘉义市政府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,表扬58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模范劳工,游市长途。 醒哲领奖,他说,感谢劳工朋友坚守岗位,将人生大半青春岁月,投注在工作中,让城市经济蓬勃发展。 表扬的模范劳工中,嘉义基督教医院护理师王雪琼,在家机服务22年,于20岁踏入职场至今,他说,在医院, 工作要具备爱心、耐心,且乐在工作,只要天天保持新人的心态,做好当下每件事,每一天都觉得很充实。 另一位模范劳工刘志平,从23岁就在林务局嘉义林管处服务,至今已有27年,其中十余年担任林班地的巡山员。 他说,工作时,除了要克服崎岖山林地形和天然灾害外,还要面对毒蛇等野兽威胁,以及与山老鼠斗志,搏命。 刘志平表示,前几年阿里山倒伐频传,一周就有三天时间都在山上巡查,有时还要整夜埋伏。 近三年来,常常需要夜间待命及加强巡视,并与警方合作查获多起倒伐案件,守护山林。 编辑,张芷轩,1070419嘉义市政府19日举办模范劳工表扬大会,担任嘉义林管处群山员的。 刘志平,左,与警方合作查获多起倒伐案件,守护山林,获选模范劳工,由是长途省折,左,颁奖。 中央社记者黄国芳社107年4月19日,